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无怨无悔的付出 似乎就是她一生的写照 她就是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 要来跟我们分享 她的人生好风景 有请 酸甜苦辣的人生 有如春夏秋冬的四季变化 每一段走过的路 无论是风和日丽 或是雨雪来袭 只要认真生活 并能体会 原来身处生命的长河里 每一则风景 都是如此深刻动人 陈素芬 台湾的知名演员 因为一部金氏媳妇 演活了戏中坏女人的角色 而成为家喻户晓的一线女星 近年来她投入慈祭志工的行列 在慈祭志工生涯里 她找到了自己的另一番人生好风景 苏芬 你好 我们第一次见面 非常开心认识你 刚才一开场我们说了长姐如母 我也是姐姐 可是听起来你这位姐姐好像似乎从小 责任就比我重很多 又要照顾弟妹 又要料理家务 跟我们聊聊你小时候的生活状况 好 琪姐 你好 我小时候我们的家庭 跟一般人的家庭比较不一样 因为爸爸本身是个赌徒 所以我们家从我有记忆以来 家里都是在开赌场 赌场 专门让人家赌博的地方 真的吗 对 了解 所以我小时候我印象很深 弟弟妹妹 如果听到半夜听到警察来抓赌 我们就要跟着大人一起跑 常常叔叔 婆婆他们都 警察 以前的警察 要来抓赌之前都会吹哨子 然后我们小时候很怕警察伯伯 天哪 那一听到就弟弟妹妹快点 他跟着跑 有一次警察伯伯跟我们讲说 小孩没有你们的事 你也抓人在走 意思是说你小孩子都没有你们的事情 我们是来抓大人 那时候你几岁 那时候我好像还不到 差不多国小一年级而已 很小 然后弟弟妹妹他们都读幼稚园 有一次我看到 弟弟可能肚子饿了 下课回来 就看到叔叔 伯伯的一些 没吃完的便当 他们就随手这样拿来吃 所以那时候 是还蛮心酸的 小时候也没有 没有真正一个大人在照顾我们 因为我妈妈很爱我爸爸 所以我妈妈用她自己的名字去让我爸爸开支票 那以前有那种 票据法 票据法 要关七个月 所以妈妈因为这样子还有 妈妈就是有一天半夜就被警察抓走 所以我们四个孩子就更可怜 一直到妈妈被关出来以后 我爸爸在家里又娶了另外一个阿姨 他又带了另外一个阿姨 不能说是娶 一直到妈妈出狱 出狱 然后回到家 看到爸爸家里 还有另外一个阿姨住在家里 所以我妈妈很生气 对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爸爸妈妈打架 是我妈妈随手拿了一个烟灰缸 直接从我爸爸的头就砸过去 然后我爸爸的每一间 那个血就直接这样喷出来 那是我到现在还一个印象很深刻 对 后来妈妈很生气 他就带了最小的弟弟 就跟我爸爸离婚 就出去了 离开了 那是什么时候又有这个机缘 进到演艺圈 我会进到演艺圈是阴错阳差 阴错阳差 我有一个同学的妹妹 然后她那时候很想当演员 当明星 是 所以华士那时候在报考第十二期 演员训练班 对 有演员训练班 对 那个时候有 她说那个演员训练班 那一期刚好是免费的 然后我就开车送她去华士训练班 那我在外面等她 等得很急 我想说怎么那么久还没出来 我就进去 然后就在一个阴错阳差的 一个状况之下 我要进去找她 结果那老师以为说 我是后面才到的学员 他就叫我 原来也要来考试 对 他就 我还记得那个老师名字叫张富敏 张富敏老师 然后他说你来演一段给我们看 我想说我也没有要去演 我就随便演一段 她就觉得你怎么戏演那么好 我说我不会演戏 那你胆子很有胆子的一个人 因为我根本没有心理准备 我只想说快一点结束 你们结束了 我们就可以快点回去 因为那时候我在开那个 美儿美汉堡 那时候已经大概多大岁数了 那时候已经二十 二十出头了 二十出头 二十一 二岁 对 所以你其实还是一个很 很会表达自己的一个人 对 然后 要是我的话可能马上就 我不是 我不是 然后就赶快跑掉了 我没有 我就看到那个 同学的妹妹在那边 我就过去问她说 你们已经结束了吗 她说没有 我一直好紧张 现在这个剧本怎么念 我说这就很简单 就这样 因为其实你根本没有一个 想要去报考的那个心态 没有那个得失心 没有 所以我演起来 可能就特别自然 特别地自然 对 然后马上就被看中了 然后就进入了演员训练班 对 没有 那时候就是 他们好像就是那个老师 就鼓励我去上课 他说因为每一期都必须要缴学费 就只有那一期是免费的 然后他就一直鼓励我去上课 然后全班的同学里面 好像只有两个还是三个会讲台语 那刚好那时候李岳峰导演 他刚好要找一个爱里面 找一个会说台语的 然后他们就 我也会说 你可以讲台语 没关系 真的 然后他就找我去试镜 然后试镜以后 李岳峰导演就觉得说 你很适合这个 《湾鬼教》这个角色 后来我就开始去演戏 我就觉得原来演戏可以赚 原来演戏可以赚这么多钱 跟《美儿美汉堡》真的是天差地 差很多 对 后来我就开始就慢慢去接触 这个演艺圈 然后就开始演戏 一路就一直到现在 那这个时候爸爸呢 爸爸还是依然顾我 他还是一样赌博 然后一样吃 喝 玩 乐 然后最大的问题就是赌博 那所以即便你进入了演艺圈 还是要替 还是要照顾爸爸在这方面的 所以那时候爸爸赌场还在吗 还在 它是不同的 就是这个地方已经被抓了 他就移到别的地方 那以前赌博他 我们小时候爸爸赌博的地方 只要这个地方被抓了 我们孩子就要跟着转学 因为它是每一区每一区 所以我常常小时候 一般的同学都还没认识到 熟悉 熟悉了 然后就要进学了 对 那其实我爸爸一直都是在赌博 其实我的印象中 他也有真正有做过工作 是在农工处 就是我伯父帮他介绍了 桃园炼油厂 然后他有去沙吴地阿拉伯 去了一年两年 那时候是我们人生最 平静 安静 平稳的时候吗 对 对 就是最平静的时候 然后后来回来以后 因为他自己也希望说 可以挣很多钱 所以他开始还是一样 就是本身也喜欢赌博 所以才会赌场 一直这样子一直开下去 然后不务正业 常常跟人家打架 然后闹事 是哦 他爸爸一定欠债 所以对于你来说 这个都是你要去负责的 是 我的印象中就是 我在华士拍《金氏媳妇》的时候 有一次 在我车子停好 要进华士去录影 就有两个男生过来 问我说 你是那个陈树芬阿春 我说我是 我是 我以为说是要找我签名 就他们就 有人好像拿着刀子还是什么 我不知道他拿什么 就有一个男的从我后面顶着我 他就说你跟我们到车上 天啊 我就很害怕 我想说 我说我演戏 那个坏人是 是剧里面写出来了 我本身没有那么坏 我以为说是以名 在《金氏媳妇》里面演的角色的关系 就是坏人 因为那时候在华士里面 曾经抓到一个 好像精神有一点不正常 然后他拿了美工刀 要去给阿春阿好看 所以曾经警卫有抓过 我以为是因为我戏剧的关系 后来另外一个男生他跟我讲说 你爸爸欠了我们 开了一个本票 欠了我们38万 你跟我们先到车上再说 然后我就跟他 那时候我心里想说完了 我可能会被分撕 好恐怖 然后我在走到车上的那一段路程 是我人生走最长的一段路 对 我好害怕 那种害怕我求助无门 我只会念佛 我只会念经 我什么都不会 我就好呆秀 我就只求菩萨 我说菩萨 你一定要救我 菩萨听到了 对 后来到车上 他就拿了我爸爸签的本票给我看 他是高利贷 对 高利贷太可怕了 他说你现在我就是要这些现金 那还要比这些钱还要更多 那你可不可以 我就想到我妈妈在安养院 那个院长她每天都有现金的收入这样 我就一通电话打到安养院 现场就要你还这个钱 对 要 然后我就打到安养院 他说我不能报警 如果报警我可能 他们说我钱也不要 对 我说我不会 我就跟院长 我说你可不可以先借我几十万这样子 他说你要做什么 我说我真的有急用 他说你来 你过来拿 真好 对 所以我去到 我还记得去到安养院的时候 我下车去跟院长拿那一笔钱 以前的钱是差不多四十五万是很多的 很多的 对 对 他就用一个袋子给我装 我就拿到车上给那些人 他们拿了钱走了以后 我进去跟院长 我说 院长谢谢你 谢谢你救了我 我就跪下来跟他谢谢 这个院长真的是一个恩人 对 其实很少有人能够在这样子的状况下 说借就借 就表示你平常的做人应该是很好 他们可能认为你很孝顺 因为妈妈那时候住在那边 我妈妈比较特别 因为她洗肾 她是在蜀西这里 是在该冰 那其实妈妈会洗肾也是因为 她那时候回来找我们 已经整个人都不对了 我带她去看医生 医生说要马上开刀 不然妈妈寿命剩不到十天 所以我妈妈她是严重的尿毒症引发 腎脏的问题 腎脏 然后要马上洗肾 结果妈妈开刀 开手 手的血管爆掉 开脚 脚也爆 开脖子 血管都爆 那时候刚好是农历的七月份 那妈妈的妹妹阿姨她有学佛 她说阿婚阿婚 你快点求地藏王菩萨 你快点吃素 你求地藏王菩萨 一定可以救你妈妈回来 因为妈妈已经离开我们好久了 我想说她好不容易回来 我们还可以孝顺她 哪怕是一天两天 所以我就开始求地藏王菩萨 开始求 然后开始吃素 儒素 然后真的有贵人来告诉我们说 在秀传医院有一个医生很会开刀 所以才在鼠西那边接了一个楼管 妈妈的命才救回来 才能够洗肾 所以听起来虽然觉得好像你的故事很多 非常地坎坷 好像在很关键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贵人出现 是 会有一些好的机缘出现 可能真的跟阿嬷念佛 然后你跟阿嬷一起有这种信念 可能也很有关系 是啊 像我的名字叫陈树芬 是 那个树是树叶翡蟹的树 对啊 这个字很少见 很少人用这个名字 分也很特别 那个分 对啊 一个语 再一个 分 分 对 以前小时候老师都叫我陈凤林 真的很像 陈凤林 对 我说老师我叫陈树芬 然后有一个老师他说 你没好名 你的名字很差 你的树 那个树 一个房子里面住的都是拍名的人 一个台 我们怎么都没有想过 对 一个 里面一个台 对对对 然后那个分就是下雨 然后分秒必争 里面好像有八百的刀子 或是一个房子里面 刀子里面都会有分针 他说你要快点去改名 我叫你改名 然后呢 你改了 没有改 没有 没有改 好几年以后又遇到那个老师 老师说 你现在气色很好 我叫你当初去改名 你改了吗 改了没 我说老师 我没有去改名 我改命 他说你怎么改命 我说我做慈祭 老师说 原来你做慈祭 就改了你的命运 对 因为 对 因为物以善小而不为 积善之家必有余情 我真的是因为做了慈祭 不只是因为改变了自己 而改变了家人 太好了 算了 不要 师兄 师姐 媽 妳來了嗎 很抱歉 還有妳全天來這裡跟她照顧 不會啦 我們很愛來妳家 妳的孩子 都很有價值 在這裡 大家都很可愛 媽媽 妳長大以後 只能看妳穿新娘禮服 沒想到 媽媽想到就看到了 我們剛才看到這部戲 是妳在大愛台的第一部 是 所演的連續劇 對 是第一次演大愛劇場 《生命的微笑》 那已經很久了 很久了 那是什麼樣的機緣可以演到這部戲 那是那個關繼皇師兄 他現在也在我們大愛台 他邀約我去拍《生命的微笑》 所以我就去接演了那個師姐的故事 有什麼感覺不一樣的嗎 滿滿的感動 因為她的故事題材 並不是編劇寫出來 而是真人真事 對 真實的故事非常非常感人 所以那時候是第一次接觸大愛劇場 然後後來就演了很多一系列 跟大愛相關的劇 有演出出家人 就是後三姐妹 出家人 對 後三姐妹 頭髮 落髮 那時候頭髮很長 已經快到腰了 那時候是長髮的 長髮 然後為了這個戲劇 落髮 感覺怎麼樣 因為那時候製作人跟我講說 因為出家人不打妄語 是 所以落髮 就是可能帶我去美容院 或是可以戴頭套 那我總覺得戴頭套會很講 而且那時候剛好 那時候剛好家人的往生 家人 所以我也很想出家 就跟爸爸要求說 可不可以讓我出家 那 你是真的想要出家那個時候 真的想要出家 那後來爸爸說 姻緣不成熟 你不能出家 所以我就接演了這樣子的一部戲 就是後三姐妹 那我在裡面是扮演得此師傅 而且師傅幫我落髮的時候 他還拿一個臉盆 我想說師傅為什麼拿那個臉盆 然後師傅就跟我講說 等一下你落髮以後要放頭髮 我不知道說那個頭髮落髮以後 整個臉盆都是我的頭髮 師傅說你要不要帶回去 我說師傅 那頭髮我沒有要帶回去 不是落髮就落下來就不要了嗎 對 很老實 然後師傅說那我幫你義賣 因為你頭髮很長 很長 所以他就幫我捐給醫院 就義賣了 然後那個錢再捐出去 那也是我第一次到慈濟這個團體裡面 在扮演這個角色的時候的第一個感動 我覺得佛陀不是說觀神不禁嗎 七孔藏流不禁物嗎 那為什麼那個頭髮留下來 還可以跟大眾結好緣 對 所以在那時候拿到的劇本 全部講的都是上人的法 就是方法的法 方法的法 對 所以我就把它運用在我的日常生活中 沒想到就改變了我 真的是你 這樣等於是就一次很 我覺得很難得很特別的一次布施 真的是就這樣子 建立了你好緣跟佛的好緣 所以等於是你改變了 那父親呢 那個時候能跟著你一塊改變 父親也跟我一起回金色去看我落髮 他落髮完以後爸爸說 沒想到你沒有頭髮比有頭髮好看 真的喔 爸爸很愛這個女兒 對 我就快點跪下了 我說那爸爸既然你這麼講 那是不是讓我藏住在金色 爸爸說那個再說 以後再說 對 不可以得勝進尺 沒錯 爸爸還是希望能夠你在他的身邊 那爸爸後來怎麼樣 慢慢地有改變 他有改變是因為 他最愛的女兒往生了 就是我的妹妹 你的妹妹 其實第一年是我的阿嬤 我阿嬤因為她年紀老 器官衰竭 我有心理準備 第二年是我的媽媽 她病了十幾年 我也有心理準備 第三年往生是我的妹妹 她的無常 第三年是我的妹妹 她的無常讓我警覺到 好好的一個人 怎麼會突然間就不見了 對 很難接受這種斷然的結束 她也是生病 她是一個無常的一個意外 意外 那爸爸因為妹妹的往生 沒有辦法接受了 沒有辦法接受 那我鼓勵她 我說因為我本身在主持 草根菩提是環保節目 我就鼓勵她 我說爸爸那你可以 報答慈濟人對我們的恩情 你可以去做環保 所以爸爸去做了兩年 為什麼要報答慈濟人呢 因為當初妹妹往生的時候 所有陪伴在我身邊的 全部都是慈濟人 對 我知道 因為我也有朋友 就是她家裡如果這樣 補償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有很多慈濟的師姐們 會在第一時間組織 來為往生者送金 是吧 所以爸爸也因為這樣子一個姻緣 然後他就開始做環保 做了兩年 然後爸爸受到他們的感動 我曾經怨恨我的父親 也怨恨自己的命運 為何我從小沒有一個正常的家庭 為何我賺再多的錢 也不夠還我父親的賭債 直到聽了上人開示 我才幡然悔悟 原來我還的不是父親的債 而是自己前身所欠下的債 幾年前 蘇芬的妹妹意外往生了 慈濟師兄師姐 來幫妹妹穿衣助念 蘇芬的父親 被慈濟人的大愛感動了 為了報答這份恩情 蘇芬的父親 發願做了兩年的環保職工 也因此開啟了父親 與慈濟的緣分大門 哈囉 做漢堡 我們沒有漢堡 你走路快了 來 師兄師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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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我們都背的文章 我們都開著去外面帶 掃地 掃地 掃新地 新地不掃 空掃地 人人若把新地掃 無名煩惱 劫遠離 環保站對我來說 就是一個修行的道場 學習將自我放下 藉著肉身來實踐廟友 藉由修行來開啟智慧 深入經障 成就菩薩道 成就菩薩道 投入慈濟志業 是我這個做女兒最大的成就 現在我終於能無愧上人的教導 當一個甘願做歡喜壽的慈濟人 讓我們歡迎蘇芬的爸爸 陳志平師兄 爸爸好 好 爸爸今年貴庚 78 78歲 對 人生70才開始 對 我八歲 那才八歲 對 剛剛問了蘇芬 爸爸耳朵也好 眼睛也好 活得非常健康 那爸爸來談一下吧 當年你是為了女兒的事情 然後參與了慈濟的環保工作 然後發願當志工兩年 是吧 對 那有沒有很不習慣 因為跟以前的生活完全不一樣 沒有 今天如果說我女兒沒有帶我進來慈濟 你自己有這樣子的感覺 因為那個時候吃喝飆讀 好厲害 很厲害 後來呢 後來就是為我女兒帶我進來慈濟以後 是 做那個 那個時候開始做志工 自工 對 環保志工 對 我會開車 我滿18歲 我大牌 還有那個托仔褲白 還有那個大牌 我開車負責到三重 還有每天要四五個 那個環保站去收 回收回來 如說那個環保站裡面 是 就這樣一直做 做到後來培訓 培訓以後 就 才正式做慈濟的那個 慈濟人 慈濟人 是 今天沒有慈濟的話 我今天可能不能活到現在 那 那那個時候會很不習慣嗎 因為跟以前都不一樣 對 有很多朋友跟我問 你天天 一天要兩三包菸 檳榔 對 酒 喝得最麻煩的時候 一下子不喝就不喝 對 我說飯沒有吃沒有關係 這個酒 香菸 檳榔不吃沒有關係 所以你是一下就下決心 對 那我很多朋友說 打牌 一天天天叫我打牌 我說我現在在培訓 我培訓完了 我受症以後 我是輸兄 我沒有輸桌也輸桌 所以我都不打牌 輸兄 輸兄 沒有輸桌也輸桌 沒有輸桌也輸桌 一些朋友都說 你不可以補了 輸兄 都不在輸的 所以人家就不敢找他打牌 就不能找他打牌這樣 那 那個蘇芬看到爸爸這個 做環保做得這麼開心 應該也滿驚訝的 是啊 其實 我們家是因為有慈激 慈激人的幫忙 所以為了回饋慈激人 因為妹妹那時候往生的時候 來了很多師兄 師姐來幫忙助念 是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 我們跟他們非親非故 為什麼他們願意伸出雙手 來幫助我們 一直到妹妹助念完 要幫她換上居士服 是 來了兩位師姐靠過來 妹妹已經走了 靠過來幫妹妹 就是把衣服套上去 在那一刻我好感動 真的 在我人生最需要幫助的時候 出現了這一群男衣菩薩 後來我聽了上人講 他說如果我們的生命是一滴水 如果把這一滴水滴到江河大海 這個水它會生生不息 就是把這個愛繼續傳承下去 所以我就 為了要報答慈激人 我就開始做慈激 那爸爸也是因為 他最愛的小女兒走了 對啊 這很奇怪 一個人往生在那裡 怎麼很多那個師兄師姐 都坐在他 他的屍體的旁邊 就一直給他煉筒 煉筋 一坐下去最少兩個小時以上 是 結果走了 又有一些人來 我就覺得好奇怪 一個人往生在那裡 怎麼會 會坐在他旁邊一直給他煉筒 所以說這個慈激 有時候給我那個 很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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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開始 培訓 就開始 做這個慈激的那個 現在說 祝念 告別式 醫院志工 都叫我 我就馬上走 我就馬上 我才還會開車 他們醫院志工 到出去祝念 還在告別式 我都 從前是負責開車 現在有歲數 那個 我是不是 我打電話給吳勇 我說 我爸爸快80歲了 盡量不要給他開車 對 要 安全低 安全低 對 我付出很多 我們進市場 我付出很多 從前我看到我女這樣 我就很感恩這個時機 是 其實我看到爸爸最大的改變 就是我們小時候 如果經過人家一些 有傷勢或什麼 爸爸都會把我們眼睛汙起來 對 或是回去還要洗那個 那個什麼 麻草 麻草 不能去刷 對 可是爸爸做慈激以後 反而我跟他會常常在 兵役館 就是常常去告別式 是同意 會碰到 爸爸你怎麼來了 他說你是同一間 我說對 反而我們還在那邊一直找說 我們今天要去幫忙的那個 往生者他的名字是哪一個 我們兩個還在那邊找 爸爸你怎麼在這裡 他說那你要找什麼名字 我說是那什麼某某大德 他說我也是 所以我們都是不約而同 就在同一個告別式的場合 去幫助人家 我覺得那是讓我覺得 真是很難得 你想想看你們從小的時候 那樣子的一種對立 甚至小時候應該對爸爸心裡 還是有一些願對的吧 對 應該是 因為其實在妹妹往生的時候 我還曾經自己心裡還 對爸爸有一種 完全不能諒解的心情 因為我覺得就是因為 你沒有給我們一個完整的家 才會讓妹妹這樣不小心就往生了 她根本沒有享受到所謂的家庭溫暖 所以我對爸爸有一種那種不一樣的心情 是 一直到做了慈激以後 經過上人的一些法 然後我把他這些法運用在日常生活中 我才發現到其實天下不不適的父母 我們對父母親就是要孝順 就是要孝順 尤其是爸爸他已經完全都改變了 我覺得那是我覺得很驕傲的事情 然後上人說 行善行孝不能等 要及時做 對 所以我就用爸爸給我的身體去行善 去跟大眾結好緣 然後用無形的這個功德來回向給爸爸 沒想到他越做越好 他的身體也越來越健康 所以其實爸爸真正的改變應該是因為你 應該是慈激 也應該是上人 當然上人給我們了法 是吧 可是也是因為你自己能夠身體力行 然後加上之前跟父親這樣子的相處 然後帶著父親一塊 我覺得看到你們兩個父女現在能夠一起 一起做功德 然後一起今天可以坐在這裡談心 真的是很難得 爸爸也會覺得說以前過去了 你看現在多好 這個女兒在你的身邊 是吧 對 是吧 很快樂 對 現在最大的改變是因為爸爸以前是開賭場 那從他做了慈激以後 我們就把賭場改掉 是 開始賣素食 素食 爸爸會做菜嗎 完全不會 我都不會 我們有時候我們拿錢出來 我也不會 叫他的阿姨說你要做素食 十幾年前就拿一些錢出來 叫他做素食 在官方路125號那裡開始做 那我們一直做 做到現在已經做十幾年了 還在做 還在做 現在 那爸爸做菜很厲害 完全不會 完全不會 這個我一定要講一下 因為這個是我發願來的 我是就是雙手合掌 然後很虔誠對天 然後上達諸佛廳 因為虔誠的心 我是因為虔誠的心 而得到這個素食店 我當初在買那一些 就是在把那個賭場 把它改為素食的時候 我阿姨問我一句話 她說婚禮會煮素食嗎 我說不會 那她說那我們怎麼開 我說我會滷那個慈激豆干 很香 我們在門口滷就會吸引客人來 第一天沒有人 第二天三個人 第三天來了一個慧禮送 她叫了一個豆干 然後麵吃了兩口 老闆娘 我阿姨說要再叫什麼 她說什麼要再叫什麼 你的麵怎麼這麼難吃 那個慧禮送她說 我就住在你們旁邊 你這店什麼時候開的 我阿姨說開三天了 她說那我以前經過你們這家 是在賣什麼 她說沒有賣什麼 我們裡面在賭博 所以那個鐵門都是拉下來的 然後那慧禮送她就說 我教你 原來那個慧禮送 她就是在外面開素食店 然後已經退休了 現在她已經不做素食 是她的兒子女兒在承擔 然後她就教我阿姨說 這個怎麼煮 那個怎麼煮 你看是不是 你又是碰到一個很好的貴人 一個好原本 沒錯 而且是佛菩薩加持來的 對 我這樣講 很多人都覺得真的嗎 我就是最好的見證 我就是一路這樣走過來 然後那個慧禮送 教我阿姨以後 那時候因為盧州禁師堂 我們正在蓋 所以很多相機師兄師姐 就會經過我們門口 這個進來交個兩樣 那個進來交個幾樣 阿姨就會走 十八班五一就成功了 對 我們到現在 素食店還在賣呢 真好 我覺得真是 每次都是你自己 有這個起心動念 我覺得人就是這樣 一切都是從自己的心開始 有的時候你會覺得 好像要萬班都準備好了 你才要去做 可是有的時候不是這樣 你只要一個起心一個動念 對 當你想要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你是真誠的 真的是老天爺 就是菩薩就不派 派人來幫助 你看 怎麼這麼厲害 第三天就有一位 做素食的師兄來 對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很難得 而且那個阿姨桑 他已經退休了 你記得那個阿姨桑嗎 有一點印象 很老 有一點印象 特別好 那你現在對爸爸的整個狀態 還是非常非常地開心 非常非常滿意了吧 真的是 而且他以前 他像現在 我就希望能夠讓他 腦袋不要退化那麼快 所以我就帶著他 一起參加我們的讀書會 開始讀書 然後請爸爸抄金 好 抄金 那當我在握著他的手的時候 我自己好感動 真的 因為我小時候 爸爸也曾經握著我的手 對 寫字 然後當現在我 我坐在他身邊扶著他的手的時候 就會回憶到小時候 我覺得這應該才是真正的孝順 對 而且就是真的 就是因為我們認識了佛菩薩以後 真的就是幸福就降臨 那種幸福感是 我想真的是在你們自己的心中 才能夠真正地感受到 從小時候走到現在這樣 很不容易 恭喜爸爸 謝謝 好 繼續努力 謝謝 好 非常棒 謝謝 宜貝貝貿 modo ces 我看起來是越來越老 想看來那些褲子 一定帶到褲子穿開 那個有風的褲子 這是你的十年之間裡面 有一個精靈 怪我吃這麼多果有的藥 我都沒效 管哪兒是他不對的地方 民生生了白癡 生死這關 是民主的人我的經過 我做白癡 在面對我自己的白癡 我做白癡 又有一位我們蘇芬的好朋友來到現場 是我們的倩倩導演 倩倩導演好 你好 秦玉姐好 秦玉姐 真不好意思 很開心今天請到倩倩來 我們剛才看了那一部《藍心飄方》 是兩位的合作 是第一次在我們大愛台 第一次的合作 是 我們第一次合作 認識的合作 那導演說說當時拍戲的 蘇芬有沒有什麼好笑的 或者是有趣的事情 我第一次在阿里山碰到她的時候 是因為阿里山天氣很不穩定 然後朝上我們通常有時候 拍了幾個鏡頭霧就會來了 就起霧然後就會下雨 通常都要過了吃中飯 一兩點以後天氣才好 那這中間等的時間很長 然後那個時候 我們還蠻多前輩的演員 前輩 一起等的時間 大家就會有些情緒或什麼 那時候我就不太 我不太認識她 雖然我們都在這個圈子很久 可是我是第一次跟她合作 第一次跟她合作 也都在不同的友台 對 所以第一次跟她 然後我就覺得很多工作人員 對她就很尊敬 尊敬 這樣講會不會太老氣了 就等的時候很多演員 有情緒或什麼 然後那些執行製作就會說 阿婚姐 然後她就安裝 然後就過來 然後他們 就是行政部門的人 會請淑芬姐去安撫這些 安撫她們的情緒 前輩演員 然後淑芬姐 因為可能也在這個 待一台待的時間慘了 她就會很有辦法去搞定這些人 但是我就一直 安撫還是壓制 安撫 安撫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特別奇怪 我就覺得 這些都是行政部門做的事情 怎麼會請一個演員去做 來做 然後她也很樂於去做這件事情 我就對這個人 第一次的印象就覺得還 滿雞婆的這個人 滿雞婆的 對 但是她很樂於去那個 然後她很喜歡在現場 弄很多那個水果 還有什麼零食 反正每一下雨大家就等 霧來了就等 然後就看她開始分東西 分東西給大家吃 對 對她的印象 第一次印象是這樣 就像我們一開場說的 她從小就要照顧弟妹 要整個家她都要照顧 所以可能養成這種 特別會照顧人的這種喜氣 是吧 是 那其實我跟導演真正的結緣是 我們兩個有共同的朋友 對 我們也是在阿里山發生的事情 然後那個時候我好像 剛才剛回來台灣 從大陸回來台灣拍戲 然後就跟台北的朋友 還沒怎麼相距 就散散去了 那那個張瓊枝還有文傑 張瓊枝 對 都滿想念我的 然後他們就邀邀 還有她先生就一起散散來找我 然後到了那邊 然後他們就說 因為我們住的是另外一個小旅店 他們就住在憤喜的飯店 對不對 對 然後他們就說 那你們女主角是誰 我說那個我們女主角是陳樹芬 他們說陳樹芬 然後那個郭泰宇就說 樹芬 是那個碗粿枝嗎 什麼東西 碗粿枝 碗粿枝 我台語不太好 碗粿枝是專門在賣碗粿的 我叫阿粥 所以叫做碗粿枝 以前我們那一部戲叫《愛跟圓》 裡面有空安 碗粿枝 碗粿枝 劇里的名字 對 她是在戲頭叫碗粿枝 然後因為那個時候 張瓊枝跟郭泰宇還在談戀愛 所以也都常常會去張瓊枝的劇組 所以就認識她 她說是那個碗粿枝嗎 我還說什麼碗粿枝 後來阿之姐就說對 然後就叫她 打電話就叫她過來 然後後來 原來我們有共同的好朋友 那你對她以前 她小時候這些事你知道嗎 知道 也知道 知道 有時候我們一起吃飯 大家會聊天 她會講 但我聽起來都很有趣 很有趣 她每次講的時候 我就已經有畫面了 就覺得她們那個家庭很有趣 很不一樣 抱著弟弟妹妹跑 然後那個警察抓 是嗎 陳爸爸 然後大人跑 前面警察跑 所以然後他們也在那邊跑 然後警察就說 你們不要跑 是要抓那個前面的人 我每次講 我就覺得好好笑 可是她講起這個事情來 就好像很釋然 是不是 你講這個故事的時候 其實也並不是一種特別 可是你的感受應該是很 很深刻 很深刻才對 可是你把它講出來好像 我們聽起來好像是一個很好玩的事情 是啊 因為她已經經過了 而且小時候的這些回憶 她已經變成我一種 像我現在我在四處在跟人家分享 我的家裡的一些經歷 我都是把它拿出來當成一種 好像就是敘述一個故事 那去跟大家分享我 我自己在慈禧裡面所受到的感動 還有自己 為什麼會有這些感動 是因為我自己身體力行去做了 去行使了 所以才會有這樣回饋給我的 是一個圓滿的家庭 那其實最重要就是要去啟發 大家的散戀跟愛心 那導演你對我們的這個四分 用什麼樣的來形容她這個人的一生 我覺得這一生真的是過得不容易 當然你現在還很年輕 我覺得你未來還有很長的路 然後你會做更多的布施 更多的分享 會更多的人受到你的影響 我覺得樹芬應該這麼說吧 我印象中心目中 我覺得我的想法是 樹芬是一個認清生活真相之後 依然熱愛生活的一個人 說得真好 我覺得 是這樣 是這樣 因為她有 因為我們有時候在吃飯或幹嘛的 大家 她有時候會接到一些電話 然後就是譬如說 有一些 有一次我聽到你好像講 她去屏東還是哪裡 還是哪裡她去 之前是去做節目還是什麼外的 然後有一個 那個人好像只是一個 那你們怎麼講就是 可能生活生活不好的 然後她碰到這樣的人 然後她知道以後她就 好像打電話請當地的師兄 師姐去幫忙她 需要去關懷這個人 然後這個人就打電話給她謝謝 後來又隔了一陣子 好像這個人說是 腳踏車丟了吧 還是 那是豐原的一個師兄 就跟她說好像她生活不好 可是那個腳踏車是她 每天要不知道騎到哪裡去 很重要 然後腳踏車好像不見了 被偷來 然後她就大概也是聊天 並不是說要請蘇芬去幫她聊 可是蘇芬去完就 她的那個個性就來了打電話 又請大家想辦法去弄一台腳踏車 給這個 我這些我就是有時候我們在吃飯 有時候聽到她去講這些東西 就是這個人就是這樣 不是說當地碰過了回來 就把她忘了 就忘了 她是一直有殘疾的去 持續的關懷 對 所以很棒 人生中就是這樣 有人幫助我 然後我也要付出我 是 小小的一份力量去幫助人 我覺得整個社會感覺 特別地祥和 故事給予 謝謝 謝謝 謝謝蘇芬 還有謝謝導演 今天我們聽到了一個 很棒很棒的人生風景 就是你一定要起心動念 從一個善念就會得到善果 然後我們就可以 好好地做出我們的美妙的人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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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個女生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词曲 李宗盛 那莫观世音菩萨 此恩无边必要周深 度尽苦难无尽情 朝念观世音 怒念观世音 朝念念不离心 大慈大悲就苦求难 那莫观世音菩萨 朝念观世音 怒念观世音 朝念念念不离心 大慈大悲就苦求难 那莫观世音菩萨 此悲众生 那莫观世音菩萨 此悲众生就苦求难 度尽苦难无尽情 朝念观世音 怒念观世 朝目念念不离心 大慈大悲就苦求难 那莫观世音菩萨 那莫观世音 怒念观世音 那莫观世音 怒念观世音 朝目念念不离心 大慈大悲就苦就难 那莫观世因菩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